被外界预期将会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佛罗里达州长迪尚特 24日在东京展开国际访问行程 他也在同一天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外界普遍预期共和党的迪尚特明年会寻求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 而他这次接连出访日本、南韩、以色列与英国 被认为是替个人在外交和国防安全上的资历增涩 有关美国总统初选的消息 外界预期拜登本周将会宣布竞选连任 而他上一次总统大选的对手川普 目前在共和党内的民调仍然大幅领先其他对手 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极有可能再次上演世纪对决 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却显示 大多数美国受访者不希望2024年人 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对战 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不希望拜登再次参选的原因 是因为他已经年满80岁实在是年纪太大 甚至连对手川普都超过76岁了 共和党中除了川普准备参加党内初选的 还有前阿肯色州长贺琴森 前副总统彭斯 前纽泽西州长克里斯蒂 以及南卡罗莱纳州联邦参议员史考特等 这几人都会在最近几周宣布参选的决定 另外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生计企业家拉马斯瓦米 以及密西根州商人强生 都已经宣布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角逐党内初选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 环宇新闻张元俊和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